昨天高雄那邊有傳出訊息說有關實聯制的 部分 有建議民眾不要在後面就是寫加1加2 就是說一個人少 然後就代表全部的人 那他們說因為這樣傳可能會出現亂碼 那我想請問 指揮中心怎麼看這個就是可能回傳會出現亂碼的 問題 那我們民眾到底能不能夠就是一個人代表少 然後寫說我這邊一個四個人一起去就是加4這樣子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個答案 謝謝 來 請莊馮 有關就是實聯制的部分 那有些民眾就是可以用加1加2 就是代表你身邊還有多少人跟你一起 這個在一起 然後就是有一個人代表 那這個方式目前我們是可以的 那有關 這是昨天好像有這樣會出現亂碼這個訊息 所以我們有特別跟這個高雄這邊瞭解 那目前瞭解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說這整個系統在匯出的時候 並沒有 並沒有亂碼的一個情形 只是因為使用者在開啟 他比如說 用Excel開啟 那在設定欄位的格式的時候 設定錯了 就比如說把文字的格式變成 數字 就會 當然就會出現亂碼的一個現象 所以其實是這些只要設定好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也有跟高雄這邊來解釋過 那這個 大概就不是問題 另外報導裡面也有說 好像 這個下載的時候還會有一些個資 這個也是誤解 就是說他除了這個 個人傳送的電話之外 這些其他 欄位是有關電價資訊 並沒有該個戶的一個 個資 那至於說有關 21期的這個施打量 因為我們目前還在維護 當中 所以有些縣市 有些縣市到目前都還沒有上來維護 所以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提供這個 施打的量 就是未來21期可以施打 那可能我們明天 記者會再來提供 至於那個整個人數的部分 我也是要再詢問一下 同仁 再回覆 剛剛在講這十連制了 加一 加二 加三 這方便統計一個人數 不過大家知道就是說 如果你是 譬如說 就是說我跟那個莊副去 那他去 他登記了 他連了 那我加一 那換句話說 我什麼時候會得到訊息 就跟 莊副做疫調 那莊副跟我講 或者莊副做疫調 報出我的名字 我才 所以我會得到二手的訊息 那如果加了很多人 搞不好莊副到時候就忘記了 那實連制的目的就是說 即時能夠得知 風險的 訊的資訊 那即時可以來配合 所以還是盡量用自己的 那這樣通知會最確實